難得在白色世界 所以我們要挑戰在外面錄 大家知道現在有多冷嗎? 我來幫你查一下 好像好了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TaiTaiSoHow 我是TaiLa 我是TaiLa她妹阿亞 很多人都好奇問我說 為什麼我會12月的時候 去參加畢業典禮 因為呢就是一般來講 你們好像可以學奔修完就畢業 對 美國就是這樣 等於你現在是大四上 高中的時候 你想要出國念書 小時候的夢想就是覺得 如果可以像外國人 這麼流利的講一文字 我的理想之音 所以就開始兩頭燒 我的高三還蠻忙的 所以你從高三才開始準備 對 所以TOEFL這個 真的是很一時之間就build up的 那那時候其實還蠻 覺得自己為什麼要死鴨子嘴硬 統測的會計都快不行了 然後我還在準備TOEFL 對 其實 因為為了不用再去念語言學校 那我就要達到什麼 學校Mexican State University的 基本要求是80 所以這邊台灣人多嗎? 我認識的還真的不多 在亞洲的學生比例大概就是 幾百人幾百人 不像別人是幾千人幾千人 但我覺得其實這樣還不錯 因為就是說 你可以很快的走出自己的舒適區 那時候我就是出一個尊重 就算你長得一點亞洲樣子 我就是都用英文 對 所以後來階級 又是也認識了新加坡人 華裔 越南人 韓國人 日本人 也是啦 因為其實你不以中文為主 八點的話 你可以認識更多人 對 對 對 真的不要把自己 局限在你的母語區 因為我覺得還蠻厲害 是你還多修了一個日文 可是你又可以把學分全部修完 可是我也有點佩服我自己 於是我一下子就是把 major跟minor一次都修完 因為我不是第一年 就馬上加了japanese這個minor 我在第二年的時候 回去思考了一下 才把它加進去的 所以照理來講 我應該是要在 明年的這個時候才能畢業 所以換句話說 我其實算是推進了一年 其實你課牌很慢 7點就起來 然後開始上課 上到晚上 那時候你上大一之前 爸爸叫我去跟你談 就那時候還在決定 你要不要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因為他們其實不太確定 到底要不要把你送那麼遠 那時候其實我是反對的 我反對的點是說 因為大學是專業教育的基礎 因為像我們自己學專業教育 我們用中文學 我們都學的不是很好 那如果 你要用一個你完全不熟悉的語言 然後去學一個你不熟悉的專業 我很擔心你會學的似不像 可是我覺得 其實你也是真的蠻認真讀書的啦 就是坦白講 你也沒有辜負 他們付了那一分錢 我爸都開玩笑說 他要來這邊拍一張照片給銀行 告訴銀行說 我跟你們借了錢 在這裡 都付出在這校園啦 超貴的 現在在美國念書真的超貴的 爸爸他常常都會講說 他很擔心你會不會太教授 因為我小時候對你的印象就是 你很教授 因為我跟你的成長環境不一樣 我小時候是爸媽還很窮的時候 結果他們還在很努力打拼事業 後來我爸這幾年拼的還蠻厲害的 就對你很醜 你是媽媽帶大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你的個性很教授 就是好像一不適你的印 你就會哭鬧 大家有印象我去年有來美國嗎 那時候我來的時候 其實我就蠻壓抑就是 那時候就什麼事情都幫我 處理好 不管去哪就是很放心 一種反而是我現在是長姐 可是卻有一種被你照過的感覺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其實你已經長大了 不再是那個 反人的小姐 真的是 因為像以前我發現你會有一些 friend issue 就是你很容易因為朋友 在背後說你壞話 然後你就整個崩潰了 可是後來 我覺得你到美國的時候 你就很會處理你的人際關係 然後 包含生活什麼 我覺得都過得很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還好你沒有聽我的 因為如果那時候你聽我的 就是研究所在來美國 那你可能就錯失了一個 很好的成長機會 因為坦白講 跟你年紀差了七歲 所以其實在我大學之前 我跟你不熟 你知道我們變很熟 其中一個事情是 有一天我就突然跟你出軌對不對 記得是在 就是 車上的時候 你突然 很凝重的跟我說 希望說完之後你不要恨我 喔 我講的真的沉重喔 其實都看得出來 你很用心的在 維持你這個長子跟長孫的一個形象 我還之前因為問過媽媽一句話說 哥為什麼妳臉笑女生不想巴掌 喔是喔 我們家人都好在賞人家巴掌 對我媽媽就說 還讓你說什麼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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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哥 哈哈哈哈哈哈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時候我們在紐約要分開的時候 然後到機場的時候 我跟我說 你不用擔心老爸期待的部分 爸爸期待的那些事情 我都會去完成 你只要好好的就是 過你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我說 我可能也不會生小孩 然後你就說 沒關係我會生 我就抱著 我就想說等你進去 那時候我就 你進去之後其實我才哭 然後那時候就很老的一個女生 一個白人女生 她就拿了一張衛生紙歌 她就說 Oh dear You need a hug 她就以為你是我女朋友 我說沒有 我就說 那是我的小姐 然後她就說 Oh adorable 滅火七月堂有一首歌叫 然後燈都一直 我聽到那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就想到你 因為你知道一個人真的在 這麼遠 然後又這麼不熟悉的地方 我覺得要很大很大很大的勇氣 跟你要割捨掉很多東西 從上一次分別 然後到現在 大概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 然後有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你自己在這邊真的蠻勇敢的 先不管說就是 到底獲得什麼學到什麼 其實得到最大的東西就是割捨的勇氣 然後其實 你現在要畢業了嗎 已畢業 你已經畢業了 因為川普的政策關係 對於現在其實 國際學生來講 不是很友善的 所以你能不能在這邊繼續工作 都還不確定 這是一個很大的位置數 就是各大公司都不太敢取用我們 因為國際學生 是不是他們會覺得 你們來一年可能就要離開 或者是覺得說 把你轉為那個工作簽證就 太貴了 所以其實你也算運氣蠻不少的 我就跟你說 其實如果真的找不到你就回來吧 因為其實你已經給自己具備了不錯的條件和能力 那我相信其實你也回來亞洲 你還是可以去日本啊 或者是再找其他工作 對啊 但whatever我覺得你已經成長到 甚至能夠照顧你自己的家人 就是不管你自己多獨立什麼 其實你能夠照顧你自己的家人 其實最重要 因為我覺得還好是蠻親信我們家裡的人 都感情蠻好的 雖然我們還蠻愛吵架 像這次你要畢業什麼 全家就是立刻就把工作什麼 就從台開然後就說一定要來參加你的畢業點 其實說真的我能夠一個人到這邊就是 就是家人 要很謝謝我家人 他們就是每次Facetime 就是爸媽就會放在手邊的工作 媽就不包水餃 我爸就不簽公文 然後就說來你要說什麼 我們都聽你說這樣 因為其實經常我們就接到你電話 然後一接起來然後你就 I miss you Don't worry about me I just don't miss you 我有時候其實就很想跟你講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很累你就回來 但我就覺得說也好你知道嗎 就是人生一次 可能唯一一次在這麼冷的 至少這一切很值得 真的 然後你也有把它發揮到那個機制就夠了 好吧 差不多可以結約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 然後並且分享給你所有朋友 然後tag所有你在國外留學的朋友 或是你的親姊姊 親妹妹 親哥哥 親弟弟 好啦 掰掰 好緊急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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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